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牵线 以至于有后面的这样的一个被灵内致死的 这样一个悲惨的一个过程 路线就是从被称为阴阳神的姑父妈庙出发 然后走访东市场 俯城皇庙 东玉殿 再来到相传陈首娘斗法的永华公广泽尊王 一路走到孔庙找寻陈首娘牌位 全城都有专业导览员陪同 从八月十九到九月九号共四个梯次 除了有女鬼散步行程 还有网友加码列出台南十二大鬼地方 诡异的鬼 这其中就有中西区西门路一带 现在的新天地跟钱贵KTV 以前那边的话是早期说是监狱 都很多枪笔很多 所以以前那边都是很阴阳的部分 因为过去是枪决死刑犯的刑场 因此成了大家会声会饮的鬼地方 接着还有一个也在附近 就是原来的信林医院荒废地 因为闲置多年也被传得鬼隐床床 接下来还有曾发生溺水案件的四草大桥 黄金海岸跟余光道 周边的树林到晚上显得阴森 因此坊间也有不少鬼故事流传 另外还包括沿路有坟墓殡仪馆的 华南地下道和国命路 以及曾发生命案的成大例行校区等等 十二大鬼地方让网友热烈讨论 还有人揪团全部要走一趟 要在这农历七院到台南 鸡鸡鸡鸡鸡走一番 华氏新闻刘汉生邱军平 许文男台南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